欢迎回到微醺之夜 嗚 看这个场景 已经完全知道是防疫在家 防疫规格的拍摄 只好把这个团队压到最少精简了 最近大家在家里就是 有没有乖乖的听微醺之夜呢 应该有吧 我们这么多集 今天来到我们的第36吗 对 这是我们这一季的最后一季 今天就准备好了吗 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的是什么呢 这个第三季最后一集压轴登场的是 经典中的经典 格兰菲迪22年单一雪莉桶 单一麦芽的威士忌 我刚看了一下资料 他说这一支呢 大概只占全世界的雪莉桶 0.5% 哇 这真的是稀有稀有稀有 我觉得他这个盒子超精美的 谢谢格兰菲迪 那个时候请我去活动 此后 隆重登场的是 22年 海景第一杯最稀有的 单一麦芽 威士忌 给大家看一下 漂亮的瓶身 我最喜欢它的盖子是木头的 原木的那个瓶盖 超级有质感 很美 今天特别还准备了圆形的饼块 哇 你看那颜色 Cheers 主要是他用雪莉桶去做 它有浓厚的果香 巧克力香 葡萄干感 几乎是很独立的在世纪界里面 很难得追寻到的一种风味 它闻起来就有一点葡萄干的感觉 然后喝起来的时候真的很顺 它是果香型的 然后很顺 真的很好入口 因为通常呢 不太敢喝威士忌的朋友 都是因为它的酒精浓度很高 所以会让人家觉得 这个烈酒呢 会让人家觉得非常难入口 它喝起来那个奶油的滑顺度非常好 有人说啊 喝威士忌呢 是一个大人才懂的世界 当你开始喝威士忌以后 表示你有很多的心事 你有很多的故事 很多人都说 我有威士忌你有故事吗 用威士忌来换一个故事 其实是非常普遍的事情 那今天为什么要开这支威士忌呢 绝对是因为疫情期间 这个世界已经完全跟以往的生活不一样了 我们需要很多的刺激 像我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 我最近在家里疫情时间的时候 非常爱吃辣 比以前还爱吃辣跟酸 我因为本身就蛮喜欢宅在家的 其实我影响并不是很大 我真的快疯了耶 因为我平常的工作状态 就是非常需要往外跑 然后四处去工作 甚至两三个小时就要换一个地方工作 然后都是在非家里的地方 对 过去一年完全都感受不到 这个世界其实已经被这个疫情影响了很多 台湾真的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国度 这一年内 起码有一年的时间啦 然后慢慢调整心态 然后我跟我们可以看到更多人 国家大家怎么去应对 现在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们也开始去思考到未来 我们开始去想到说 我们疫情后 台湾的生活应该怎么办 当然因为台湾我觉得有一件很好 是台湾其实外送真的很方便 对 就是其他国家我觉得比较难去比拟的 像台北跟新北的 真的是外送很方便 但其实我真的有一个疑问啊 我觉得这根本这一集就是一个防疫大疑问 就是年纪大的长辈们 平常没有在叫UberEat FoodPanda或是LaLaMove的 他们真的很难 就是你要他们在家里 然后完完全全没有食物来源 那真的有点辛苦 这个其实是大家也要互相去体谅的啦 常常很多人会说 这个年纪长得啊 怎么好像没有年轻人防疫的观念这么强 其实是因为 我们其实平常去接触到的资讯也好啊 生活形态也好 他们真的不一样 其实这边我其实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很多在疫情期间 大家都会特别的紧绷 我能够理解 所以很多人没有办法理解 年纪大的人 可能为什么你偏偏都还是要跑到公园去 或是你偏偏还是要去市场 你为什么就是不听 然后他们有很多的资讯的断层跟落差 然后大家很容易因此而上火大骂 但是我觉得这其实不是一个改变这个世界和平的方式 就是就像我刚跟制作人讨论的 其实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向去用他们的角度去思考 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做到 那是不是因为他们有他们的难处 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样去改善这样子的环境 或者是我们用怎么样换位思考 然后让自己也不要那么气 大家通常在疫情在家的时候都做什么呢 对我要趁机在这边跟大家那个推广一下 Cindy姐姐跟Jerry哥 两位呢夫妻党 就是之前在我的YouTube上面非常非常可爱的 一对CP组合 CP组合 然后他们是老少佩 野蛮老婆跟可爱的豪哥 两个人呢开了一个新的Podcast 叫做即时行乐 然后里面呢介绍的是他们两个 平常的一些日常 对平常日常 然后还有他们喜欢吃的东西 还有他们喜欢经营的生活的不同的模式 分享给大家 很好听 好好笑哦 我自己听到都觉得很好笑 我们这边提到疫情期间 我觉得除了大家喝酒 我觉得可以开一瓶就是更好的酒 更对待自己好一点 我觉得对自己好一点 是度过这疫情最好的方式 对啊 再来呢我们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其实我们先在网络上做了一个田野调查 我问了大家 请问在疫情期间 你做了哪些你平常不会在家里面做的事 你有吗 我啊 我下棋啊 我平常我 拜托我只有国小高中的时候才下过棋 你是跟那个 刚刚我们听到那些公园的朋友 我是在家 我没有到公园跟阿光妈下棋 近期可能希望啦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工程 我希望我可以把我的顶楼的空间 然后做一些改变 因为我现在有在上面种一些菜跟花 然后我觉得我希望他们过得更好 开心冷场的概念 对 你呢 你有做什么 你平常没有在家做的事 我平常都在家 所以我 在家做的事情 我平常都做 我可能 你平常没在家 好来分享一下大家做哪些事 好 大家呢 说有学习做饭 哦 有 下厨时间变长了 煮饭对吧 哈利先生说他多做了烘焙甜点 然后 很厉害耶 大家做饭跟煮饭都蛮多的耶 哦 很可爱 有一个人说他开始做一些手工视频 就串珠之类的 这蛮酷的 这蛮可爱耶 哦 然后还有人读英文杂志 充实自己 这个怎么 不知道 怎么有点幽默的感觉 会吗 我觉得蛮可爱的啊 蛮可爱的 哦 有些是整理挂的 认真整理要断舍离的衣服 然后清衣柜 打扫家里 做家室 相信大家在这个 其实在家时间长了啊 最近常听到很多人就常常会笑啊 就是说明年这个时候 三月多的时候 生育率应该会大涨 同样的 也有人很多人说 在生育率大涨以前 离婚率跟分手率会先增加 疫情期间 你们家人的相处 你跟你另外一半相处 你跟家里的相处 亲子的相处时间 非常非常多 几乎是24小时耶 这时候呢 我们就今天是要带给大家三个 就是我们一些这个微醺小撇步 如何解决你的这些小烦恼 因为呢 我们统整出来 疫情时间呢 在家里面会有两个状况发生 第一个状况 相处时间变多 第二个状况是 家务量增加 所以我们今天就分别 用这两个状况来跟大家聊 当相处时间变多的时候 你该怎么办 因为相处多 有可能往好的方向讲 就是你更了解彼此 但往另外一个方向讲 就是你们的摩擦会更多 你再也没有办法 你再也没有办法用LINE说 不好意思 现在开会中 开会中有点回哦 对 或是我在忙 对不对 你再也没有什么 我在忙 你再没有借口 好像还好 好像你没有很忙啊 你不是还是在Netflix 然后我们自己分享出了两个方式 怎么让相处时间变多的时候 你们还可以有一个比较舒服的相处空间 没有摩擦 反而是更多相爱 感情增加啦 对 第一个是 第一个是我们认为啊 其实除了工作分流 就是你在办公室的时候 大家要轮班工作分流嘛 我们认为你在家里面的空间也是需要分流了 怎么说 今天早上的10点到12点 是我占用客厅的时间 我是今天晚上7点到8点 是我要使用厕所的时间 我自己认为啊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就算你们是非常的亲密 也不能说你们必须要每分每秒的粘在一起 假设你一个小套房也好啦 不一定是说一定要分在不同房间 也可以说 好那现在这个电视沙发区是我看的 这段时间就是我来追 我想追的剧 那你就不用在乎说 他做了什么 然后甚至我觉得蛮好的是 你们之后 这个假设 这个12点以后吃饭时间 你们可以聊一下 所以那你刚刚在干嘛 突然你们又有一些话题 就还是有彼此不是在同一个空间的那种新鲜感 一种错觉 今天我们提供这个提议给大家 但还是前提是希望 彼此的沟通是很重要的 你们都要同意 比如说今天9点到12点是你用客厅去 不能就是很阿爸的说 那不管怎么办 我现在就是在家里啊 那我没地方可以去啊 所以这个地方一定就是我的 我觉得希望大家还是前提是要 彼此都同意这个使用的范围内 我觉得也不一定是 必须要照着我们的方式走 但是你可以克制你们自己适合的方式 另外呢我们还想出一个方式 虽然我们刚刚说的是 要有个人的时间 等于是我们要跟对方协商出 这个时间是我的 但是我们认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是 你们要有共同的时间 比如说 妈妈日 爸爸日 小孩日 怎么说呢 今天如果是妈妈日的话 妈妈就可以提议 今天这两个小时 我们共同的时间内 我们要做什么事 陪妈妈插花 没有人可以有意见 就是陪妈妈插花 我觉得蛮有趣的 像这样的共同时间呢 其实不能说强迫 但是让彼此之间呢 都很专注的 在做陪伴的这件事情 等于是尊重彼此的 各自的生活的步调 很多在教育学家里面都说 其实你一个非常精准的 品质非常优良的陪伴 胜过于你长时间 但是品质不好的陪伴 什么叫品质不好陪伴 可能就是你在滑手机 你自己在滑手机 然后小朋友在旁边 第三点 最后一个我们想 跟大家分享的是 家务量增加的时候 怎么办呢 真的很麻烦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家务量 大家可以想想哦 今天如果我是家庭主妇 来说好了 今天我老公出去上班 送完小孩去上课之后 这个时间就是 我在家里面做家事嘛 可能吸地板 擦地板 晒衣服 折衣服 但是今天我在做 这件事的同时 如果还是有其他人 在身边来闹 以下妈妈 我什么东西坏了 或者老公说 帮我把冰箱的啤酒 拿出来干嘛 干嘛 你的家事步调 完完全全会打散 家务量增加之外 就像刚刚说的品质 你的效率也会变低 在这边呢 我们也有一些方式 一个实质上面的方式 可以分享给大家 我们可以让他增加一点点 生活乐趣 在这里面 我们可以用一种 像刚刚的妈妈日 或爸爸日一样啦 比方说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煮菜的部分 可以说那今天的晚餐 谁准备 对 我们不用说一定要谁煮 就谁来准备就好 我觉得第一个也是 多一些生活的惊喜 就是不知道今天要吃什么 这如果以情侣间来说 是真的蛮惊喜的耶 这起床 今天怎么谁煮蛋 哦 今天睡过头了 那明天你就吃炒蛋啊 之类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生活乐趣 就是轮流准备餐食 对不对 对啊 然后可能准备完吃的那一个人 就是负责去善后 洗碗也好啊 把垃圾丢掉也好啊 等于是可以趁这一个机会 重新的分配一下 家务的负责人 然后我自己会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 然后让大家去体验 以往没有体验过的生活 疫情在家的时光 全家人在家里面 这么密切 这么紧密的生活着 然后你可以这么的 真实的看到你的每一个家人 你的每一个爱人 他们的生活的样貌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 回头去想想 是一个蛮特别的回忆啦 嗯 我们都希望未来 不会再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不会需要强迫自己在家 也不会需要硬要在家工作 对 就是你是可以自由选择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前提底下的话 其实我觉得这一段经历哦 对大家来讲是蛮特别的 今天的微寻金剧呢是 疫情待在家 意外像个家 希望大家呢 能够在24小时 跟你的家人 你的爱人 你的孩子相处的时候 可以更加的在乎对方的感受 但也不要忘记照顾自己的感受 当你真的觉得 快要受不了的时候 你可以 很诚实的告诉你的家人 你的爱人说 我需要点自己的空间 或者是你们可以拟定一个 你们自己家里面的方式 如何防疫在家 分割好自己的时间 自己的空间 以及有什么样共同 可以一起去执行的任务 或者是生活的小乐趣 都可以让你在防疫在家的时候 意外的感觉到 哦 这才是真正像一个 嘎嘎嘎 嘎嘎嘎嘎嘎嘎嘎 这才是真的像一个家一样 像家一样 这么的紧密 然后又这么的 让自己感觉自在跟舒适 你刚刚就是骂脏话吗 你刚刚就是被自己的喉咙口水卡到了 你喉咙怎么了 没事我先走了 我没事我没事 我还吃得到东西 好了那我们下周同时间一起回来收听我们的微信之夜 我们下次见 拜拜